Hello 大家好 又是ETOYS 今天我和你們來開箱的就是這一隻 就是屬於Foreign the Rock裡面的電影set 其中一隻的 這隻的BAF就是Gladdy the Hulk 這隻今次來看的就是Marvel的ARIS 也是戰神 在說它之前 其實它在漫畫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就是在Big Century 在Dark Avengers的時候 撕開了一半 不知道它遲些會不會出現 再出現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造型 雖然它不算在Marvel裡面特別強 作為一個神的角色 但是呢 我們在MCU其實已經見過它 就是這個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裡面 電影裡面見過它 亦是Foreign the Rock裡面 就是Planet Ciccado 我們見到 Hoke的Gladiator場裡面 有其中一個頭雕 就是它來的 作為應該是Contest of Champions 我不知道這個稱呼有沒有叫錯 那它應該是其中一個冠軍 來的 同時期呢 也有Bitter Ray Bill 就是 漫畫裡面的馬面雷神 然後我們也看到有 Man Fing 我經常說了Swamp Fing 說了DC的兩隻很遲 那就是 我相信我們很快會見到它 也都很希望盡快 見到它兩個 可能Bitter Ray Bill 會盡快見到 但是Aris 可能比較難一點 但是也希望見到真人 他們 in action 在電影裡面 那先來講一下外合 The Mighty Four Nine Rams Warriors 對 這裡有一些 它那個簡介 它的名稱 沒有Aris 其實整隻都 後面就有 但是這裡是沒有的 對 我相信Nine Rams Warriors 是不是就代表了它 這個沒有它的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隻Aris 忘記了說 就是2008年曾經推出過 那時候是作為一隻BAF來出的 所以這隻Aris是很大的 相對的 Marvel Legends 這個是一個re-paint 其實最主要 它有很少很少的改變 我稍後再講 但是其餘的素體 都是源自2008年那隻 和上色有點不同 那好 我們來看看盒子 這裡是鎚 不是Aris 這個烏龍頭的標誌 因為這個盒子 其實是跟Odenson共用的 我們可以見到 這裡就是Odenson 即是火 沒有了鎚 之後在漫畫的造型 然後這邊就是Aris的插畫 對 那後面 我們可以見到 就是Marvel's Aris 和Marvel's Odenson 對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圖就 然後 右邊 就這裡右上 看到是它的簡介 就是Cruciders of the Rams 那些我不詳細讀了 那 我們看一下Gum Wave Gum Wave 總共有六隻公仔 再加一隻BAF 一起 分別 女神 Loki Hella 女女神 Jane Foster IV 然後Odenson 和Aris 那我只入了Jane Foster IV 和Aris 因為我相信 頭這三隻 即是Fore Loki 和Hella 很快就會再次見到 因為Fore和Loki 我們肯定一定會在Infinity War 出場 相信到時候會有新造型 還有Hella 我相信她是未死的 沒有理由 作為死亡女神 不會那麼容易死的 不知道她會不會變成MCU的死亡女神 因為已經介紹了她是Death 她是Goddess of Death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 將她變成Death 直接在漫畫之中 因為我融合和她的角色 然後 這裡就是Odenson 這個造型我又不是很大興趣 所以我也沒有進入 我覺得這個樣子比較普通 這個樣子也是 對 然後這隻BAF 就是Gladiator Hulk 就是Fore and a Rock 裡面Hulk的造型 這隻Gladiator Hulk 我也不會打算進入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很多廠都會出它 這個造型 有分別 有Marvel Select 最近剛剛出了 還有也有SHF 甚至有Mexico Toys Marvel Select 我也挺推薦 Marvel Select 那隻給大家買的 因為我覺得那隻很好 還有兩個要換的 雖然沒有大叫的樣子 雖然沒有大叫的樣子 但這個比較失色 我覺得Hulk 都要配一個大叫的樣子才好 咬牙齒齒的樣子 才能配合性格 對 還有 那隻Marvel Select 各樣上色的樣子 就好像比這隻好 我覺得 另外一樣 SHF 我也不會進入 因為我覺得太小隻 應該都是 雖然不見到實物 但是 即使可當 和造型各樣的樣子都很好 相識都很好 但是 我也不會進入 因為最主要我選了 Mexico Toys 已經訂了 對 Mexico Toys 我相信都不會 有什麼錯失 有什麼不得某的 我相信應該都挺好的 但是那隻 今年年尾才會出 所以還要等 那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就來開箱了 我現在看到這隻Arisa 它總共有四個配件 分別就是三把武器和頭盔 這個第一個斧頭 我可以看到 都沒什麼太特別 這個圖裝 只是一半圖裝 就是要彎 是彎的 我可以看到一般 不是常常見到的問題 那 跟著 我們來看看 它這把大刀 那這把大刀呢 就是彎的 又是 那 對 都沒辦法 那 唯獨是 我不是太喜歡這把大刀 就是 它的金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要弄到 有些綠色在上面 可能有些想營造 一些戰損的感覺 但是 我覺得不是很漂亮 很奇怪 好像 染色比較奇怪 上色 好像是混不穩的金色 混了它一閘色 那 然後我看到這把刀 這把刀 其實就是它的縮小版 那 這把刀 反而它金色 又沒有用到 那種方法 那我不太明白 那 為什麼它大刀 不可以 純金色就好呢 對了 那這把刀 可以放在 它大腿的側面 這個位置 那 然後我們來看看 它的頭盔 它的頭盔 就是 這樣的 這個頭盔也做得很漂亮 這個頭盔的色 應該跟上一隻的BFF 是有少少不同的 你有沒有記錯 這次應該不是太一樣 是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隻ARIS的可動 那 ARIS的頭 是只可以這樣轉 就沒有了 除此之外 因為它是沒有頸關節 對 只有一個波 如果這次改了這個頸關節 那我就很滿意了 接著 就有 這個 是 就有手 這裡 咬到很長的 因為它們用了這種波形 這種設計 所以咬到很長的 然後 這裡也有360度 有可動 然後 這裡是單關節 就不是上關節 然後 這裡也有可動 它們的胸口和腰 就是跟最近的馬虎禮章 很不同的 就是用舊的設計 那 它呢 就沒有用胸口去屈下 這個設計 我待會再給大家看一下 其他有這種設計的人 那 我呢 因為它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胸口 這個夾 它想凌乘一件 所以它用舊屁邊的設計 然後 向下 就壓得不多 向後咬 就是這樣 那 它的腰就是沒有關節 沒有一轉 那 這個腳 就用了這種 舊式的球體 的設計 所以呢 就比較麻煩 如果想踢側腳 就要扭 那個波 對 那 這裏也是360度的關節 那 膝頭是雙關節的 那 這隻ARIS 就是咬得很厚的 可以 對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厚 然後 那 這裏是沒有任何關節 沒有任何的 然後 腳掌呢 就是向下 向上 就不太多 但是呢 有一點跟上一次不同 就是它是有貼地關節的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既然它都改了貼地關節 為什麼不加上那個頂關節 給我們呢 那 就 有點不太明白 對 那 又 對 接著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身高比較 先 再講我對它的評價 這隻ARIS 藥膜 就是7吋有多 那 它戴上頭盔 就差不多8吋 因為頭盔很高 對 那 跟著 我們來看看 和其他人的 就是 這是女神 同樣都是作為神的 一個戰神 一個女神 那 跟著 還有Sentry 就是在 Dark Avengers裡面 將ARIS 最後撕開了一半的人 那 那一幕呢 也是在漫畫裡面 覺得相當之 出聲的一幕 比較少見 真的 將整個撕開了 那 我們看到 這三隻的高度呢 我覺得 好像Sentry 現在感覺有點矮了 好明顯矮過它 其實應該跟它差不多 那 接著呢 我們看到 這隻ARIS 其實跟雷神的設計比較相似 因為也是 用回舊CPF的設計 那 所以 我們看到 胸口呢 跟Sentry 的胸口是不同的 那 也正如這個 這樣做法 那 Sentry 那 就有 這個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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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pider-Man 很威猛 ARIS你怎麼擺放都一樣有型的角色 接著就看到Black Series的Command Degree 再次顯示 Marvel Legends是比較高的 即使是同一公司 我相信Command Degree應該實際不會太矮 所以 Marvel Legends是比較大 而且這隻ARIS是BAF 更加大 然後還有一隻 這隻是LEGO的ARIS 這隻是Custom的 可以看到嗎? 兩隻 這隻ARIS我也很喜歡的 這隻是LEGO 好 那我講一下我對整隻ARIS的整理評價 這次ARIS 一樣都沒有改善頸關節 沒有辦法有些扣分 因為它現在我還是覺得 看得比較低的 我可以看到 不是太明顯 但還是比較低了一點 好像 但是有一點呢 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它的眼睛 用回發光的眼睛 改了 不是之前的人眼那種 那就更加像ARIS的感覺 也是人很多 我覺得之前的眼睛 它也是畫得比較差 我這次用回發光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還有 有一點扣分也是這個 球關節 我不是太喜歡這一種 關節 始終很煩 你要將它踢側腳 雖然很少踢側腳 但是呢 就要扭到旁邊 因為踢回前面 就要扭到前面 所以 這裡有點扣分 但是呢 整體來說 這隻ARIS 以一個便宜了那麼多的價錢 你買呢 因為上一隻BF 真的炒到很貴 一隻一千多元 但是這隻呢 只不過一百多元而已 所以是很划算的 如果大家喜歡ARIS 就絕對建議你入 還有你想齊一個 Dark Avengers 隊伍的 它也是不可或缺的 其中一個隊員 整體來說都挺滿意的 因為實在ARIS 不用拍戴的動作 都已經很有型了 還有呢 我忘了說 它這裏也是 跟上一隻BF 有些設計不同 譬如 它心裏整塊甲 是不一樣的 標誌也不一樣的 有些上色不同 還有 以前的腰帶位置 是黑色的 這裏就是 變成啡色的 對 但是有一點 我從來想說 忘記了 就是大家要小心 如果買 你看到那些黑色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 裝了一隻 裝了一隻刀 來的時候 它脫掉了色的關係 有一點點色 就塞了一把刀 黑色也塞了手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手實在很緊 所以要咬到很大 才插進去 這隻手 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我堆進去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真的 一手太緊 那就是 對了 還有 對了 今次這個 就多了一件武器 就是多了這把褲頭 之前是沒有的 那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希望你們 like 和 share 給朋友 甚至要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 的衣胎開箱 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